中国海警船两面包夹 压制前往仁爱礁的菲律宾海军船只 中国海警三号令6月15号生效后 中非首度在南海爆发冲突 中国海警拿斧头 呵斥菲律宾军方人员不要轻举妄动 在好几艘中国海警船团团包围下 有一名海警拿走菲律宾船只上的黑色袋子 甚至拿刀刺破橡皮艇 菲律宾武装部队释出画面宣称 中国海警没收了8支M4步枪及导航设备 还打伤7名士兵 害得其中一人右手拇指残废 相较于菲律宾军方公布影片 中国海警则是公布静态照片 反枪是菲律宾运捕船 蓄意碰撞中方正常航行船只 消息一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立即与菲律宾外长通话 表示中国海警在南海登船检查 会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台湾外交部也强调 台湾反对任何片面 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行动 与军事胁迫作为 菲律宾不顾中方的劝阻 执意清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交 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 中国海警的现场采取的执法措施 是专业克制的 旨在拦阻飞方的船只 非法运捕 没有对非方的人员直接采取措施 中共解放军南部战区 近期频频在南海进行实战演练 中飞为了维护经济海域 持续硬碰硬 双方都对可能引发的后续冲突 做好准备 TV北新闻综合报导 观众朋友们 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这期的国际及国内议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 谢函兵 兵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际政治专家赖岳清老师 主持人好 跟朋友大家好 前张检舰长黄真辉上校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来看看几个最新的话题 关于美国到底是要激怒 中国大陆还是大陆 要反过来激怒美国呢 就是另外一个在南海冲突里 有位学者的分析跟报导 他认为说北京想知道 美国是不是想打另外一场战争 除了台海之外 南海有这个测试的可能性吗 所以15号之后 中方开始进行了一些 登船的检查 跟菲律宾之间的产生的冲突 而既然美菲之间 有战略合作的关系 如果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国动不动 美国反不反应 这是一个试金石吗 无论在战略或各种层面 其实菲律宾跟美国的条约 盟国是没有模糊的地方的 所以就看美国的态度如何而已 因为在南海这里 大家很担心的风险指数越来越高 以同一件事情 两个不同的报导的角度 先来看看 这个应该是东南亚那边的媒体 Marinetime is got it的报导的通报 他说在一场冲突里头 18号的报导里面告诉大家 有中国海警船直接偷走 两艘菲律宾船 而且还把它的货物 其中包括枪支 统统倒到海底去了 这个报导是说 中国海警把进到这个海域 相关的两艘橡皮艇脱走 把里面的物品包括枪支 全部丢弃 后来丢弃 但不知道我想象中 丢到海里面还可以回收就厉害了 就说菲律宾海军后来还回收了这些船只 但没有收回全部的货物 好 另外一则报导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同一个事件 它的报导是说 中国在阿云郊这个附近登船拦截 去检查菲律宾船只 菲律宾有船员受伤 那中国也从海军人员手中 缴获了高威力武器 缴获概念是什么 直接交出来 我投降 交给你 然后据报导 击穿了其中的一枚RHIB 所以这个所谓缴械八支枪 南海三号令之后的首波冲突 胡锡进环球时报的前总编 当然他就说 如果菲律宾军人的枪支 遭到中国海警的缴械 通常来说 这会比冲突有人受伤更为轰动 代表投降了吗 所以是不是缴械 还是为了顾及中非 外交的各种可能性 或是降低冲突跟风险 来 这样的说辞不知道 因为否则的话理论上 如果一旦真的有严重的冲突 到有人受伤到登船领检 难道不会有所谓的美非之间的协议 一起来保卫安全的问题吗 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变成一个 不定时炸弹吗 美国会怎么来因应菲律宾 怎么因应呢 菲律宾说要寻求各种的抗中盟友 所以日非一起在7号 7月的时候要签订所谓的 互惠准入协定 同时还要在周边进行 美日加飞的南海演习 这四个国家第一次在南海联合演习 而且是针对强化发展海洋势力的中国 可是在那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后面没有船吗 没有人吗 所以当普钦去访问北韩 这个时间点大家全世界都在看 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俄罗斯同时还有海军 40艘的舰艇东北亚演习 就在日本跑去关心南海局势的时候 去做演习的时候 就在日本海的附近 18号开始靠近南韩的地方 就有10天海上军演 这个军演的内容 40艘舰艇之外 还有20架定翼悬翼机 所以显然在南海这里的冲突 现在的复杂度已经越来越高 而教授 菲律宾的做法已经毫无节制了 因为海警法生效的时候 你只要进入领海 那依法程序马上就启动 先是警告 然后你不听 那就拦截 拦截成功以后 那就登船检查 警方执法当然要用强之力来执法 这叫强而有力的执法 如果警方执法软趴趴的 这个算什么 那个执法力量 所以中国的海警在这个部分里面 的执法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也就是强力的执法 其实还有更多的照片 《环球时报》那边开始 都慢慢的放出来了 也就是说菲律宾其实 船只跟中国大陆比起来 那真是少太多了 整个被夹住 整个被夹住以后 它往前走也不对 往后走也不对 全部都被控制住了 被控制住以后 这个当然海警人员就上船 就强制的检查搜寻 这代表什么 完全的实施行政管下权了 不是说说而已 就真的做了 逮捕 没收 然后把气垫船戳破 然后该拖走的拖走 抹船拖走 然后其他的扣押 最后经过协调谈判放回去 但是已经提醒你下不为例 不要再犯了 对于菲律宾来说的话 他当然一直在看的就是背后 不是正在举行军援的 美国 加拿大 日本跟菲律宾 四个国家的海军 就在那个海域举行联合军援 结果他们什么都没做 什么也不敢做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菲律宾的海岸巡防部队 对于这个捕击船跟小艇 他们也什么都不敢做 然后第三个 这些小艇的人员都是陆军的 所谓的特战部队的 那就是所谓的菲律宾的 特种部队的精英 结果被中国大陆的警察 就直接控制住了 这个坦白说脸丢到世界各地 小马克思的脸真的是颜面无光 美国也是颜面无光 日本何尝不是如此 有人就说这次中国大陆 要挑衅美国 要看美国的底线 我们要问的就是 那你美非的防御条约 你生效 你不是有签吗 你为什么不启动 不敢启动 为什么说不敢启动 美国心知肚明 因为兰德公司再怎么样做 各种模拟那个测试 就是怎么样在做兵推的时候 美国的海军在南太平洋 尤其是在于南海这个地方 短一个礼拜 长两个礼拜群军覆没 以美国现在的造舰能力 美国维修一个战舰都要18个月 要排队等18个月 美国现在根本没有强大的造舰能力 而中国大陆一年可以造一个法国的海军 可以造一个英国的海军 英国以前不是说我是日不落国吗 英国现在的海军 中国一年下水的船 可以抵得上你英国的海军 所以美国自己知道 如果他现行的 这些船舰被集成的话 美国将会成为名符起始的弱鸡 也就是他的战力 就再也投资不了远地方了 因为当他没有海军 没有空军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办法把他的部队 投到远的地方 这个时候全世界 过去被美国欺压的国家 全部都会站起来反了 所以美国很清楚知道 他跟中国大陆打不起也不能打 这一打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那后患无穷 所以就装枪作势 但是问题就在于 装枪作势对大陆没有用 而且大陆没有要打一场代理人战争 为什么 大陆对于菲律宾没有领土的野心 也就是没有要去占领旅宋岛 或是要去控制巴勒旺岛 或是要把输入岛把它并吞了 中国大陆没有这个野心 没有这个野心 如果说我们讲说 假设中非一旦交战 那一定是惩罚性的战争 就是一股气 就把你的有生战力摧毁殆办 打完了以后就退回来 就守在那个地方 看你美国敢怎么样 当初打印度不也是如此吗 把印度打得落花流水 打完了以后也没有把那个 有争议的土地就收回来 要用谈判的方法解决 因为那才是一劳永逸 不然的话中国大陆当时 就可以把那个土地拿回来 没有这样做 打越南不也是如此吗 把越南整个推回亮山的时候 也没有说把那个 中越边界的那个土地 就整个亮山全部都收回来 也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 可以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 这代表什么 惩罚性的产生 如果菲律宾真的要跟 中国大陆交战的话 菲律宾将会面临的是 中国大陆惩罚性 也就是说直接把你的武装力量 摧毁 然后看你美国敢不敢介入 我的判断 美国根本不敢介入 跟解放军直接的交战 国际很多学者在看这一块 因为这里担心南海冲突 有没有可能真的一触即发 尤其这种登船领检 一下子又把船给没收 一下子又有人员受伤 这一次两次三次 如果都菲律宾没有反应的话 会变成惯例 那就是代表了中国大陆的执法权 已经获得了同意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看到这些情形 心情都不好 都在担心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好烦恼 可是我最近想通一件事 我突然整个的观念转过来 我现在坦白告诉你 我站在台湾人的立场看这个事情 我不是站在世界和平的立场 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希望世界和平 我站在台湾人的立场 我期望菲律宾闹得越大越好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菲律宾他凭什么敢闹 因为美国在支持他 菲律宾的国力比台湾还差 他的海军空军跟我们比都差很多 他是排很后面 他为什么敢这样去挑 挑衅中国大陆 因为有美国在支撑他 他认为你看美国老大哥挺我们 所以他很活泼的勇于挑衅 而且热恥不疲 那我认为 你认为中国大陆会一直忍耐下去吗 显然现在是已经表现他们的 接下来我就再看 如果中国大陆将来有一天 他真的动手 动手之后我这样子讲 菲律宾跟美国有 叫做美非防御条约 对不对 共同防御条约 他在菲律宾有九个基地 他在菲律宾还有这个 装了中层飞弹 我刚刚说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台湾跟美国完全没有的 我们是完全没有的 他们有这么多东西 如果真的 解放军动手打了菲律宾 结果美国完全不介入 完全不介入 你认为能不能够给我们台北 一点警惕 人家那个样子 他都不介入 你什么都没有 你凭什么骑往美国 一天那我跟台湾的人民说 美国一定帮我们 美国一定来 拜登说了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那就是现实的例子摆在那里 那我竟然为什么期待他闹起来 我觉得上帝 现在是很照顾两岸的 他不断的把一些例子摆在这里 二呼摆了一个代理人战争 好 很多这些台图是不信的 美国还是一定会来听我们 你看跟我们现在多好 菲律宾如果在这之前或者过了打起来了 结果美军都不动手 我请问你 你还有叫做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去说服台湾人说美国会帮我们 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说这个菲律宾还在找寻盟友 不必了 美国不来没有一个人敢来 只有美国敢这个世界上 敢跟这个中国去顶撞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最近的俄罗斯在这个日本海的这些演习 我觉得他在充分的在表达一件事情 我游刃有余 东边的那个俄乌战争对我来讲 根本不是一个大事情 你看我还有这么多的船在这里 你日本这边逛一逛 来这里也同时在警告你们 也同时在告诉邮局 告诉北约 我还没有出权利 对不对 再加上他最近跑的这些地方的 无论是中国或是在 等一下我们会谈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东西 通通告诉我们他现在游刃有余的很 那最后我就要讲一下就是 大陆现在公布这个海警的这个新规定 记住海警是海上警察 他领解你的时候你真的要听他的 因为他具备这个海上检查的这个权利 他的维持是维持治安 所以刚刚就想说 如果这种大陆真的硬干 他算硬干了 他已经做了 他就已经登船了 也把这个包括船上的所谓的器械 通通没收或人员也有盘查 那菲律宾呢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那个印太沙皇Campbell 就有打电话给菲律宾的部长 说我们绝对遵守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然后说菲律宾你不要怕 我们美国一定会给你支持 如果你真的遵守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你现在就应该要打 真的 因为美非共同防御条约讲得非常清楚 只要是任何非兵的公务人员 或是军队遭受到攻击的时候 美国有出兵的义务 所以美国早就应该出兵 而且不只是现在这次 上一次他就应该要出兵了 那结果美军在哪 怎么没来 所以我觉得小马可是 本来打的算盘是 他跟中国大陆闹冲突之后 结局就是让美国跟 来收拾吗 跟中国大陆对上 可是他显然想错了 因为他中了美国的 战略忽悠局的计 就是人家 人家美国在台湾是战略模糊 他在南海就要战略忽悠 他就骗了菲律宾去碰瓷 去跟这个中国大陆碰瓷 碰瓷完之后 菲律宾以为会有人来救他 实际上就没有 老实讲这一次 大陆还算是因为刚开始执法 你也是粗犯 所以他虽然一开始 先把人都扣住了 武器 货物都扣住了 后来就算了 还是把你放回去了 他船本来也都被扣住了 后来都放回去了 下一次呢 下一次就很难说了 而且更多次就变惯例了 对 下一次菲律宾自己就要考虑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状况 你的人搞不好回不来 你搞不好被抓去海南岛关起来 这不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 我刚给主持人错误的提示 其实这一个 The Marine Time Executive 它不是东南亚的媒体 它是美国佛罗里达的媒体 它是专门报导航运海事的媒体 这个ABSCBN才是菲律宾的媒体 实际上你看 真正在大肆报导这些 或是报导这些细节 他好倒过来 立场 就是这样子 我想菲律宾人可能很气 就觉得说我们的政府居然感动 那你应该要守到勤来 你要知道大陆出的是海警 菲律宾出的是特种部队 好尴尬 那结果是特种部队被海警俘虏 这个就很难看 所以我觉得经过这次尝试之后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都没有来救你 只是打个电话的话 我觉得小马可是自己心里头 要考虑得很清楚 你再继续这样跟中国大陆对着干 恐怕接下来脸会丢得更大 而且美国还是不会来救你 因为美国要的并不是要去救菲律宾 美国要的是这个画面 他的目的是要告诉全世界 你看大陆好凶狠 把菲律宾人抓起来 他要的只是这个画面而已 菲律宾就负责演被抓那个 就是这样 那菲律宾人要去演这个角色吗 至于普丁为什么要在 日本海这边军演 其实很简单 一方面他访问北韩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现在中俄就是形成一个 被靠背的形式 美国在南海台海搞事 我就在日本海这边给你出现了 看你打算要怎么办 现在中俄联盟已经形成了 我觉得美国自己造成这个结果 他自己未来会面对更多的麻烦 因为现在菲律宾 之前所料得狠话 就是你感动我的人 我们一定予以还击 但现在就是一个问号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圈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前立委 菲鸿泰 大家好 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 大家好 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理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陆军的百年孝庆 黄埔军孝的孝庆 有一个漏网镜头 还是由自由时报爆出来的 他就说 这个孝友 连这个棋队都没有向赖清德致敬 那这张图是去年孝友连队进场 那就是会有一个致敬的动作 但是在16号的时候 赖清德教阅行进的这些队伍的时候 不少在场人是捏把冷汗 因为这些这种孝友连经过 司令台前的这个第二标兵 在带队指挥官下令说敬礼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这些棋队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因为是公共讯号 共同提供的一个讯号 所以他没有特别带到那一块 可能是觉得说场面不是太好看 就喊俊明的时候 没有人把这个棋字放斜 就是跟国旗一样 直挺挺的过去了 就是路过了 就没有人要对赖清德致敬 照理说应该是要这样放斜的 我们刚刚看到影片上面 是都直的就这样子 走过去了这样子 那所以这是不是 不给面子 那我们看看 这个参与的人员他们说 其实成员老一辈都没有 就是接受过这种党国教育的校友 是没有办法接受 民进党赖清德当总统的 因此通过司令台的时候 掌棋队没有以军理来致敬 那话说呢 这个事情也过了蛮多天 16号的时候是百年校庆 18号的时候 事隔了两三天 开始算这个账 就是自由时报带动发起 要开始来跟这个黄埔 要开始算账了 这是不是就说 欺负赖清德 你们这些黄埔敢欺负赖清德 连致敬都不致敬吗 那开始要带起这新一波的论调 让大家想到以前好像 这个李登辉不是拔 好伯村的军权吗 还有陈水扁不是也说 有什么柔性政变 有国防的一些人 好像这个国防首长 测动显示当年这些 什么国军的负面文化 就不听不听主子的话 那连日经以前不是也讲说 有九成的台湾退役军官 提供中国大陆一些情报 这是间谍的一些行为 开始影射说黄埔也好 国军也好 不忠于这个三军统帅 是不是开始要开始算账的 这个节奏带起来 那另外在南海这里 我们看到菲律宾的媒体讲说 跟中国大陆海警船的冲突 他们有七名的士兵被打伤 然后有一人断指 菲律宾他们的媒体 引述消息人士讲说 他们的海警船 中国大陆海警船 在这个仁爱暗杀 补给任务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个七名士兵受伤 那他们的武器也被夺走了 那其实这事情蛮严重的 因为他们毕竟算是军方 那中国大陆也是派出海警船 也算是这个军方 军方对军方结果占了个下风 那你看就等于说 被打到全军覆没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菲律宾的新闻他们讲说 这个失利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 这个补给轮 这个换的行动 他们其实是由他们西部军区的 司令部策划实施的 是纯粹的军事行动 那菲律宾的海警船 是在远处来秘密支持 那菲律宾的这个六艘船 分进合集 从六个不同方向冲 冲向这个破 这个等于说坐滩破船那边 结果只有一艘成功 其他全部都失败了 那中国大陆的海警 他们也就是拿到了是八支枪 还不是手枪的 是全自动步枪 换句话说 这样的一个行动 对于菲律宾来说 真的是等于失败的 有点惨烈 那他们出动这六艘船 组成的舰队 当场被中国大陆的海警 打得全军覆没 其中一艘还 这个拖走了这个指挥母船 然后还被戳破了一个冲气艇 然后还抓走了四艘 刚性的冲气艇 那后来谈判才获释 那这样的情况 换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军方对军方 就是比方大陆对上了 我们台湾 我们不是在被公务船的针对 而是军对军的话 我们有办法就是占上风 还是说我们可能也会是像菲律宾 这样的一个情形 再来西太平洋 现在目前 日本因为作为美国的 像是一个前哨战 他在这边又要应对菲律宾 又要应对南海东海 甚至还有台海的问题 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 现在开始要军演了 也包含了日本海 那其实你看到 这个是由太平洋舰队司令 他们亲自来指挥 那还有呢 这个 现在目前有一些 卫星影像的公司讲说 这个菲律宾 他们有一个 什么超音速反舰飞弹的 部署阵地 布拉莫斯 他们现在这个 在旅宋岛西部这边 要新建这样的一个部署基地 那主要是要反制 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的一些行为 那感觉上面的确南海也好 或者日本的这边周遭也好 都不太平静 那我们看看 书密院的时候 更是揭露了一个 蛮惊人的消息 他说为了在西太平洋上面 有个立足点 毕竟不太平静 所以他说美军现在有一个新的做法 就是说一旦中美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美国会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基地 可能都会被摧毁 所以他们现在 著名的这个船舰制造的企业就建议 就是说 我们干脆把这些闲置在海上的石油砖井平台 把它改造全面变成武装化 变成一个武库平台 可以移动的 在海上移动的导弹跟补给的基地 来提升美国海军 在西太平洋的军备 还有补给能力 那他们的内部空间 远大于常规的水面舰艇 相当于美国海军的主力驱逐舰 这样的一个占载带量的5倍 还可以四处移动 所以很像霍尔移动城堡还什么 突然这个井都变身 变成了一个武器或是弹药库 或是一个基地 他们说这样感觉上面 比起陆基反导系统更为便捷 美军现在已经要搞到这个地步了 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废委员 废委员怎么看 赖清德去到黄埔 现在开始在算账了 我想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们用民主的方法选出了总统 剩下全国就要团结一致 尤其在对外的方面 当然台湾海峡现在不是那么平静 台湾不要去做哪一国家的棋子 去帮着人家去打仗 台湾是应该要对美国跟日本 大家跟中国大陆 我想这是用等距的方式 毕竟他们比较大 我们比较小 美国的军力跟大陆的军力 比我们强的太多了 这时候我们如果说去做一个棋子 是划不来的 至于上个礼拜六 应该是上个礼拜六 黄埔百年校庆 在陆军官校 这个是退伍的 已经退休的 我们的军人 陆军官校的成员 他们也参加分裂式 我想他们现在也不是 我先讲我的答案 我不太相信是故意的了 因为他们现在也不是现役军人 他们也没有能力去 他们没有 有机会拿到真枪 也不可能去叛乱 就好像有的媒体 就是三风点火 说什么 好不存在被李登辉的写赛 当他从国防部长 是升到隔魁 相处了后来是因为 在当时一开始 毫不存在跟他自己也来讲 毫不不 我听这个毫不不 自己讲过 他一开始是跟李登辉 大家是肝胆相照 当然后来变成肝胆剧烈 那我相信他是有他的原因的了 在第一课 第一课也不是像 现在事后诸葛去讲这些话 还有讲说 讲那个什么 在阿扁的第一任到第二任 选总统的时候 金远离二任的时候 军方有柔性政变 他当时是讲指的几个事 副参谱总长 当时的部长 当时的部长 是非常非常的强悍的 如果说他影射的是 副总长级的几个 他们没有指挥权 也不可能有能力去做这些 而且事实上 我也有请教过两位 根本就不可能 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可是事后媒体 怎么会这样子去导引这个东西 我现在讲了三个事情 台湾需要团结 台湾需要好的两岸政策 台湾千万不能有战争 昨天我看到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 习近平跟欧盟的会议的主席 讲说老美在引诱我跟台湾打仗 我跟各位报告 不管美国之前讲的 说台海变成什么地狱师 或怎么样 不管有没有打到本岛 这种事情只要发生了 台湾就可能是万劫不复 大陆当然如果打了 他会有所牺牲 美国会对他有所抵制 但是对台湾的结果是什么 台湾是万劫不复 我们你想想看 就算战争没有到台湾的 登陆到我们这个岛上 你的台湾海峡 如果说整个被封锁了 我们石油进不来 我们天然气进不来 我们怎么发电 我们生产的货物 台湾是我们出口占我们的GDP 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我们货出不出去 台湾不就结束了吗 所以我是觉得 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 台湾不要自己先内讧 自己打自己 台湾要有好的经济发展的策略 台湾更需要好的两岸政策 好 请教进展 刚刚主持人讲了 有关于电视墙上面的一句话 也就是这个校友团 他正部通过司令台的时候 没有他的那个校友团的旗帜 没有向赖清德总统敬礼 那是不是 是否有对三军统帅效忠 那我想请问的是 三军统帅是不是有向中华民国 以及中华民国宪法效忠 如果是的话 请不要继续做借壳上市的行为 那刚刚另外一个议题 其实这的确是个创意 拿石油平台来当作一个飞弹的基地 对不起 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那张图来 所以就用手机 那手机的部分 其实它就是一个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是一个石油平台 那其实它旁边有停一艘舰艇 那这个石油平台上面 它一共可以放上512个发射单位 那除了它可以作为一种离岸防御 是对于美国来讲离岸防御 但是它一定是前进部署 部署在第一岛链附近 然后它这样做 其实也就是想要对于中国大陆 形成一种压力 那但是它这样的部署 还有另外一个用意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它有一艘船停在旁边 因为其实现在 从红海的这个危机里头 发现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美国舰艇 他们的飞弹使用量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的SOP 他们要求的是SUSHLOOK 就是对于一个目标 发射两枚飞弹拦截 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拦截率 可以有效的覆盖 但是不是三美两百一 那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我们看到 那个美国军方的确是有讲到 他们在红海的时候 使用方阵进破武器系统 其实是最最最最后的一个手段 那最后一个手段 其实我们看到 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 格雷夫利号1月30号 就今年年初的时候 它事实上就启动了 那个方阵进破武器系统 而且最后击落的距离 不到一英里 也意思就是1600多公尺而已 非常近的距离 在这样的距离才能把这一些 无论是无人机 或者是攻船飞弹 或者是巡翼飞弹击落 那对于船上来讲 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另外我们来看 现在美国对于这一个第一岛链 做的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说 叫做离岸防御 其实是对于中国的前进部署 我们看到的 这个就是布拉姆斯的 超音速工船飞弹 它要部署在菲律宾的四个位置 那最北方的就是巴丹岛 那这个是现在最新部署的一个位置 也是第一个部署的位置 那最南边 它要部署在巴拉旺岛上面 那我们如果说直接的看南海的这个地形图的话 现在的这一个 这个叫做甘迪欧基的海军基地 就是部署了 这个位置其实离苏比克湾非常的近 那他们最主要的是要压制黄岩岛 就是让黄岩岛没有办法进行吹沙碟海 但是要相信中国大陆没有在怕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发射 即使你发射这种飞弹也没有什么用 我们现在看到 为什么这个055万顿驱逐舰 它部署在美激礁 因为它上面这一个阵列 其实也就是高功率微波的阵列 它能够有效的对于这种工船飞弹进行拦截 所以中国大陆没有在怕的 美国不要禁认为自己打得满手好牌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用石油平台 因为你连船都造不出来 好 来问一下李老师 对 我顺着刚才舰长所说的 这个在南海的中飞的这个 仁爱礁的冲突 这样看起来 因为飞丽兵有一些他的资料露出来 看起来是比一开始大家想的更严重 因为我们知道 这南海3号令大概5月中公布 那在6月中的时候争治实施 那几乎是马上飞丽兵就有这样的运驳的行为 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试念 那看起来是有7位飞丽兵的士兵受伤 有一位还算蛮严重的 那基本上因为这个3号令里面 大概所给予的这个作为的方式 大概有蛮多的 包括警告 拦阻 驱离 管事 最严重大概可以拘禁 那这次是根据飞丽兵所讲 有数位飞丽兵的官兵是一度被拘留 后来才被释放 我觉得还是蛮严重 所以代表说这个事件 即便是我相信北京是有一定程度的克制 但是不能会完全排除 未来还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在仁爱教的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仙兵教 过去前一阵子大家也探讨了非常多 它是离飞丽兵巴拉旺 这个更近一些些 但是从4月到目前为止 其实飞丽兵的做法跟过去就有不同 因为它一开始是两艘飞丽兵海巡 比较新式的 由日本所提供的海巡的舰艇 大概说两千多吨 而且它是比较新 比较新颖 而且两艘是并排 那目前大概走了一艘 那它持续在这边 那但是中国大陆可能用比较多的船 在外面去巡弋去喂它 所以仙兵教跟仁爱教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反应 目前的中美关系真的很糟糕 那大的环境一定就是 所谓的这个中美关系 战略竞争 我们回想一下 4月的时候有什么新闻 4月份的时候杜特帝说 他透露在他执政的时期 跟瑞宾有所谓的军子协定 政治上的末期 而且这协定 如果按照各方的讲法是更早 从2021年杜特帝最后执政的时期 一直延续到2023年年初都还有效 那根据中国大陆的讲法是 就是2023年的7月的时候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还曾经进入到 菲律宾国防部谈这个事情 那2023年9月份的时候 更进一步的这个讨论 但是今年有一些新的讯息出现说有 现在现在便是罗生门 那最后就是为什么菲律宾 跟中国大陆目前情势这么紧张 一个就是钢剑长所说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新的一个 反舰飞弹这个新的系统 第二个是美国多次讲说 南海立体适用于美菲 共同防御条约 第三个就是美菲现在 非常的 非常的亲近 美日菲 美菲 过去美菲峰会 美日菲峰会 都很难的 但现在都很平常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美菲 谢谢观看